所有领域都有飞跃性的发展 可尽管如此 在最新的空军作战实力排名中 中国虽超过俄国越军世界第二 但和世界第一美国的差距是巨大的 而且短时间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的确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作战优势国家 其他国家是很难撼动其地位的 据美国官方数据报道 美国现拥有各架飞机5472架 还掌管着450枚民兵洲际导弹 30颗载轨军用侦察通系卫星 41颗载轨GPS全球定位卫星 编制成10个司令部 64个战斗攻击轰炸机中队 在本土和全球拥有超过100个主要基地 而又根据英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现在世界上的主力战斗机 仍是美国占据主要地位 近来我国空军的向往已有更新进展 歼10歼11还有最新从俄罗斯购买的苏森林战斗机 担负起了我国空军的脊柱 而预警机电子战机侦察机等信息化的普及 让我国空军的实力猛增 此外我国自力研制的第五代战机 歼20也成功试飞 这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实力 不少国家已经在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而感到担忧 其中不乏美国